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诗篇 上个月不慎重招了 这是我自疫情以来第一次重招 经历了浑身疼 发烧,刀片嗓,水泥鼻 然后一直都不能说话了 现在我觉得应该好一些了吧 今天就试一试 不过我这段时间 就是一直都有在好好的学习 读书,读英文书 读圣经 因为不能讲话了 那就自己就好好读书 还是学有所获 感觉自己的英文呢 有了很大的这个提高 听,读 这个 说应该也会有一些进步了吧 但是说的进步 还是比较滞后一些 希望早一点能够达到一个比较让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个程度 然后再恢复跟大家一起呢 这个学英语的这个节目 目前我还是先自学吧 OK 那我们到这个英文诗篇的课程呢 也是暑假 因为也是因为我这个生病了 也是就我们就放了一个暑假 就决定放假休息一下 然后这个中文圣经的课程呢 也是放了一个假期休息一下 暑假休息一下 结果我呢 就在这个休暑假的时候 就病了一个月 调整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接着来看诗篇的第78篇 第78篇这首诗呢 比较长 它是诗篇里边的第二长的一首诗 那么也是说它是亚萨的诗 那么关于呢 这首诗呢 也有的说啊 这是就是大魏时期的那个亚萨写的 就是就一直写到 正好这首诗就是最后的结尾 就是写到这个大魏被神拣选 从阳传中招来 来牧养以色列 那么也有的说呢 说了这应该是亚萨的这个后裔 写的这些呢 我觉得不重要 就是它到底是谁写的 是哪个亚萨 是吧 真的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看神 让他写出这首诗来 是要给我们传达什么信息 那么这首诗呢 在诗篇里边呢 是属于第二长的一首诗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圣经啊 就是诗篇前面的啊 创出利民生啊 是吧 《世事记》 《薛书亚记》 《撒木尔记》 《猎王记》 《历代志》啊 这些都读过的话啊 那么理解这首诗 其实并不难啊 这首诗其实虽然很长啊 但是它不难理解啊 好 我们先呢 来把这首诗呢 这个把它一起喝成的读一遍 我现在喉咙还是不是特别好 喝点水 还是不能说话太多啊 一次 一次性说话太多 喉咙还不行 我的敏娜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诡 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 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 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 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 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 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 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围要守他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是顽梗悖逆 居心不正之辈 向着神 心不诚实 以法连的子孙 带着兵器 拿着弓 临阵之日 转身退后 他们不遵守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又忘记他所行的 和他显给他们 奇妙的作为 他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在他们祖宗的眼前 施行奇事 他将海分裂 使他们过去 又叫水 立起如雷 他白日用云彩 中夜用火光 引导他们 他在旷野 分裂磐石 多多的给他们水喝 如从深渊而出 他使水 从磐石涌出 叫水 如江河下流 他们却仍旧得罪他 在干燥之地 悖逆至高者 他们心中试探神 随自己所欲的 求食物 并且妄论神 说 神在旷野 岂能摆设沿席吗 他曾击打磐石 石水涌出 成了江河 他还能赐粮食吗 还能为他的百姓 预备肉吗 所以耶和华听见 就发怒 有烈火向雅各烧起 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 因为他们不信服神 不依赖他的救恩 他却吩咐天空 又敞开天上的门 降马拿 降项羽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 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 他赐下粮食 使他们饱足 他令东风起在天空 又用能力引了蓝风来 他降肉 像雨 在他们当中 多如尘土 又降飞鸟 多如海沙 落在他们的营中 在他们住处的四面 他们吃了 而且饱足 这样就随了他们所遇的 他们贪而无厌 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内中的肥状人 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 虽是这样 他们仍旧犯罪 不信他奇妙的作为 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 权归虚空 叫他们的年岁 尽数惊恐 他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求问他 回心转意 窃窃地寻求神 他们也追念神 是他们的磐石 至高的神 是他们的救赎主 他们却用口谄媚他 用舌向他说谎 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 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 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灭绝他们 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 不发尽他的愤怒 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凡的风 他们在旷野背逆他 在荒地叫他担忧 何其多呢 他们再三试探神 惹动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 和熟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 在索安田显奇事 把他们的江河 并河叉的水都变为血 使他们不能喝 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 搓进他们 又叫青蛙灭了他们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 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 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 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 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 他是猛烈的怒气和愤怒 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 临到他们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 将他们交给瘟疫 使他们死亡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击杀 他们强壮时投生的 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 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 他令他们稳稳妥妥的 使他们不致害怕 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 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 他在他们面前改出外邦人 用绳子将外邦的地 粮给他们为业 叫以色列支派的人 住在他们的帐篷里 他们仍旧试探 悖逆至高的神 不守他的法度 反倒退后 行诡诈 像他们的祖宗一样 他们改变 如同翻倍的功 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 因他们雕刻的偶像 触动他的愤恨 神清剑就发怒 极其憎恶以色列人 甚至他离弃世罗的帐篷 就是他在人间所大的帐篷 又将他的约柜交人掳去 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 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 向他的产业发怒 少年人被火烧灭 处女也无喜歌 祭司倒在刀下 寡妇却不哀哭 那时主向世人睡醒 向勇士饮酒呼喊 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 叫他们永远蒙羞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之派 却拣选犹大之派 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改造他的圣所 好像高峰 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位 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 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存证 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这就是这个诗篇的第78篇 这首诗 如果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这首诗 就是大卫时期的亚萨写的 所以他讲述的历史 就是在大卫 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的 以色列的历史 他没有包括 大卫以后 所罗门 然后以色列分为南国 北国 也就是在这个 这个列王纪历代志里面 所讲的那些 南国 北国 特别是南国 有大国的 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堕落 是吧 北国不用说了 是吧 北国那就从一开始 走的路就是错的 就是这首诗里边 他其实没有包括 就是大卫 所罗门之后的事情 他主要是在讲 大卫之前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他应该是呢 就是大卫时期的 那个亚撒 所做的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啊 把这首诗呢 再稍微的啊 这个 讲解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读下来 我想大家应该就觉得 这事不是特别难理解 叙事性还是很强 基本上是按照线性叙事啊 那我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会减几个重点 当然呢 这个一般这个重点呢 也就是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可能大家在读的时候 会有一些困惑的地方 我会呢 就是啊 把我查考的啊 思想的这些东西 给大家分享 我的名呢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会 特儿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 给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 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圣的后代子孙 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唯要守他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是顽梗 悖逆 居心 不正之辈 向着神 心不诚实 这诗的一开头 就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 要做这首训会诗 因为呢 这是神让我们来做的 我们的祖宗曾这样做过 我们呢 也要这样做 然后我们的后代呢 也要这样 这样做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都要铭记这些 要铭记 神 神的美德 神的能力 神奇妙的作为 神给我们立的法度 神给我们设的律法 我们要仰望神 要铭记神的作为 守神的命令 要不要向那些顽梗 悖逆 居心不正的祖宗学习 是吧 要向着神 心呢 要诚实 然后 接下来呢 可能就有一个难点 就是说 以法莲的子孙 带着兵器 拿着弓临 认知日 转身退后 他们不遵守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又忘记他所行的 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 这个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就会感到奇怪啊 这里为什么 就拿出了以法莲的子孙呢 以法莲这个支派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呢 这里边呢 他就是指着什么 以法莲的子孙 代指呢 就是以色列的 代指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呢 应该还记得 在创世纪里面 这个雅各 他的长子的名分 是给了这个 约瑟了 因为刘便失掉了他长子的名分嘛 他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了 然后约瑟的两个儿子 以法莲和马拿西 是吧 那么 雅各呢 又把约瑟的这个两个儿子 以法莲和马拿西呢 又立了一下 又把谁呢 又把以法莲立了长子 所以呢 实际上是 这个马拿西是长子啊 但是 雅各把以法莲立了长子啊 所以也就是说 本来长子的名分 是从谁呢 是从流变 归给了约瑟 又从约瑟传给了以法莲 所以说 在这里就提到以法莲呢 就相当于是指的啊 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啊 就他是这个长子 他这个长子 他 以法莲之派呢 确实挺重要的啊 那么他主要在北方啊 另外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约瑟亚纪啊 这个摩西是立位 立位之派的啊 然后呢 摩西之后啊 这个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啊 这个南征北战的就是约瑟亚 约瑟亚呢 他就是属于以法莲之派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呢 不是摩西 把这个权柄给了约瑟亚 而是神拣选了约瑟亚 所以说 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 约瑟亚 他就是以法莲之派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啊 这个以法莲之派本身就是属于 属于长子啊 他属于长子啊 那么他应该呢 是带领整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之派们 一起同仇敌开啊 好好的听从神的命令 是吧 神让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神让不许做什么就不要做什么啊 但是呢 可是呢 并没有做到 所以在这里说 带着兵器拿着工 临阵之日转身退后 不遵守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但其实可以去看看约瑟亚纪里边 就有很多啊 讲啊 他们怎样 神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没有做的啊 当初进了迦南地之后啊 比如说你除面什么啊 除恶无尽啊 结果他们却没有啊 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那么他们就忘记了这个神啊 不遵守神的约 不照他的律法啊 就是他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在他们祖宗的眼前 施行歧视 他将海分裂 这里边的他 是吧 他用白日用云彩 中叶用火光 他在旷野分裂 磐石啊 他使水从磐石涌出 这些都 这里边的他 都是指的神啊 是吧 然后那些他们呢 都是指的 以色列人啊 所以你从这里 都可以看出来 他不是 这里边的 以法莲的子孙 不是单单说的是 以法莲这个支派啊 是说的 以以法莲这个支派 作为长子为首的 为代表的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就是很快的啊 就是就就忘记了神的话啊 就不遵守神的约 就不照着神的律法 行了 他们就把过去神啊 所行的奇妙之事 就全部都忘记了 那么这里呢 可能有的人会说 这索安田是怎么回事啊 说其他的地方都能够理解啊 在出埃及记里啊 这个利未基民述记里边 都有记载 都很熟悉 索安田是索安田 其实就是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这就是一种文学的表达 这其他说的是一个地方啊 索安呢 曾经呢 就是埃及的都城 埃及的这个首都 那么所以在索安田 就是指这个 在埃及的这个都城附近啊 所以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它其实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 你要注意它是诗啊 他们心中试探神 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 并且妄论神 说神在旷野 岂能摆设沿席吗 他曾击打磐石 使水涌出 成了江河 他还能赐粮食吗 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 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 有烈火向雅各烧起 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 因为他不信 他们不信服神 不依赖他的救恩 所以你看这里 就是以色列吗 雅各吗 是吧 所以那个前面呢 就是指的 以法联制派 是代指整个的以色列 那么这里人 大家也很熟悉了 就是这关于这个神降马拿 降安纯 是吧 那在出埃及记的这个十六章里边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就是降神降马拿和安纯 那个就是神给他们 就赐粮食 也神也给他们赐肉 是吧 神是都管他们的 所以说你看神 就是吩咐天空 常开天上的门 降马拿像鱼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 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 他赐下粮食 使他们饱足 令东风起在天空 又用能力引来了南风 降肉像鱼在他们当中 多如尘土 又降飞鸟多如海沙 落在他们的营中 在他们住处的四面 他们吃了 而且饱足 这样就随着他们所遇的 他们贪而无厌 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内容的肥壮人 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 那么这里呢 就是也是关于那个 马鞍唇的 是吧 那么大家呢 就是可以看 回忆一下 就是在民宿记 在民宿记里边 然后呢 就是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就跟摩西 说我们是吧 我们想吃什么 我们想吃这个 埃及的鱼啊 是吧 韭菜葱啊 蒜啊 是吧 你看我们现在 是吧 心血酷竭 除了马鞍之外 什么别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神呢 就给他们肉了 是吧 他们说啊 这个我们要肉 是吧 让我们吃一个月的肉 是吧 那个 然后呢 神就给他们肉了 结果呢 这个肉来了之后 是吧 他们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呢 是吧 想吃的 这个 这个 越来越多 是吧 而且 这个鞍唇 是吧 在想着 是吧 我们把这些鞍唇 干嘛 我们 我们把他们做 腌了 是吧 然后还可以吃这个 肉干 是吧 这个 结果呢 神呢 就非常的 愤怒啊 这些 这些人 贪得无厌 是不是 于是呢 当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 打倒以色列的少年 惩罚他们 贪得无厌 但是 即使是这样 他们仍然 还是犯罪 不惜去教训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 旷野的时候 是吧 和那个 磨牙人 等等 他那些 淫乱 是吧 各种 各样 那么 这个 他们 如果是神呢 就让他们的日子 权归虚空 叫他们的年岁 尽数 尽空 还有呢 大家想一想 还有那个 这个 可 可拉 一党的 这个 这个 叛逆 是吧 真的是 非常非常多 说 不尽啊 是吧 那么 这些人 他们就 在旷野 度过了 他们的一生 没有人 能够进入到 进入到 那个 应许之地 等到神杀 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求问 他回心转意 窃窃的寻求神 他们也追念 神是他们的 磐石 至高的神 是他们的救赎主 他们 却用口 谄媚他 用舌 向他说谎 他们的心 向他不正 在他的约上 也不忠心 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可能说 那你看 他们这不认罪了吗 你看啊 他们这种认罪 他不是 真正的认罪了 不是说认识的 我犯了罪啊 我错了 是吧 而是什么 而是为了躲避惩罚 一看到 这个 这不行了 是吧 然后就来 谄媚神 用舌 向神 说谎 就是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认罪 并不等于悔改 有 有很多人 他看起来 好像是认罪了 但是实际上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 是为了逃避惩罚 所以他实际上是谄媚 是说谎 他们的心并不正 他们在 神跟他们的约上 并不忠心 这个很有意思啊 其实我们想想 一点都不奇怪啊 比如说你看 那个沙士比亚的 这个哈姆雷特 是吧 那个哈姆雷特的叔叔 他也曾经啊 就是向神祷告 是吧 哎 那么他祷告的时候 忏悔的时候 哈姆雷特就说 哎呀 不能在忏悔的时候杀他 忏悔的时候杀他 他就上天堂了 但是实际上呢 他那时候并不是真的在忏悔 他是在什么 他是 他是在谄媚神 他是在撒谎 他的心不正 他是为了脱罪 而不是为了认罪 就是这个为了脱罪的人 这个啊 这个为了脱罪的啊 这种啊 这种所谓的祷告啊 忏悔啊 在神那里 在神那里 说神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哪怕你能够欺骗别人 甚至你都能欺骗你自己 但是你也是不会欺骗神的啊 神是不会被诃骗的 但是呢 神呢 却是有怜悯的 我们大家可能会看到 明明他 他就是在撒谎啊 但是为什么神不立即除灭他呀 是吧 我们要知道 因为神是有怜悯的 神是有怜悯的 不轻易发怒 但他有怜悯 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灭绝他们 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 不发尽他的愤怒 他想到 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就是神 看世人呢 看得清清楚楚 神知道 人的每一个 邪情私欲 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狡诈 是吧 你的贪婪 你的骄傲 但是神呢 他有丰盛的怜悯 神会屡次消他的怒气 不发尽他的愤怒 他知道 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他们在旷野悖逆 他在荒地 叫他担忧 何其多呢 他们再三示范神 惹动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不追念 他的能力 和熟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他怎样的在埃及地显神迹 在索安田显奇事 把他们的江河 并河叉的水都变为血 使他们不能喝 这下边的这个 这些他们 就都是指的埃及人了 这就是大家很熟悉了 是吧 就是讲神在埃及所降的 那个石灾 是吧 但是他在这里 并没有把石灾 一一都列出来 但是他只列了一些 大家一看 就以明眼人 一看就都明白了 他叫苍蝇成群 落在他们当中 搓进他们 又叫青蛙 灭了他们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 把他们辛苦得来的 交给蝗虫 他将冰雹 打坏他们的葡萄树 下岩霜 打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畜 交给冰雹 把他们的群畜 交给闪电 他是猛烈的怒气 和愤怒恼恨苦难 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 临到他们 他为自己的怒气 休平了路 将他们交给瘟疫 使他们死亡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 击杀他们 强壮时投生的 所以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里从 从他怎样 在埃及地显神迹 在索安田显奇事 一直到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 击杀他们 强壮时投生的 都是在讲述神 在埃及 降食灾所行的 这里边的他们 都是指的埃及人 那么可能有的人 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 说寒的帐篷 是什么意思啊 是吧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就要回到 那个创世纪去 创世纪里面呢 就是有讲 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 闪寒亚佛 是不是啊 那么他们就分到各地 是吧 然后分裂这个土地 各个成为邦国 那么其中呢 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人 是吧 就是闪的后裔 是吧 那么埃及人呢 就是寒的后裔 所以说在寒的帐篷中 在这里就是指的埃及人 因为他们是寒的后裔 对 这个寒的儿子 其中的一个儿子 就是 就是这个埃及人的祖先 他去领出自己的民如羊 在旷野 引他们如羊群 他领他们文文妥妥的 使他们不致害怕 还去淹没他们的仇敌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 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 那么这里来的他们 就又是指的雅各的 这个子孙了 就是以色列人了 那么其实 什么埃及人呢 以色列人呢 什么中国人呢 其实都是挪亚的后裔 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 OK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就啊 就是讲到 这就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呢 这个 带他们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 是吧 这个迦南美帝应许之地 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 用绳子将外邦的地 凉给他们为业 叫以色列支派的人 住在他们的帐篷里 就是摩西和约束亚 是吧 给以色列的这些支派们 给他们把这个土地 给他们都分开 是吧 都是神给他们分好的 然而呢 他们仍旧试探 悖逆之高的神 不守他的法度 反倒退后行鬼诈 像他们的祖宗一样 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功 因他们的秋坛热了他的怒气 因他们雕刻的偶像 触动他的愤恨 神听见就发怒 极其憎恶以色列人 甚至他离弃 世罗的帐幕 就是他在人间所大的帐篷 又将他的约柜 交与人掳去 将他的荣耀 交在敌人之手 并将他的百姓 交与刀剑 向他的产业发怒 少年人被火烧灭 处女也无喜歌 祭司倒在刀下 寡妇却不哀哭 这一部分的内容 其实就是在概述什么 就是在概述 从约收亚纪 到世诗纪 到撒姆尔纪 这些这里边的内容 约收亚纪 世诗纪和撒姆尔纪 但是主要是撒姆尔纪 上里边的内容 为什么这么撒姆尔纪 上下吧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在这就是讲 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 给他们 神也给他们用绳子 是吧 把这个外邦人的 本来是属于迦南人的土地 粮给他们为业 叫他们在那里 结果呢 他们却怎么样 开始不守神的法度 拜偶像 是吧 然后呢 甚至呢 这个 这个行各种各样 这个淫乱的事情 那么这个淫乱呢 就是不仅仅是指的人的淫乱 就是更重要的是一种信仰上的淫乱 于是神呢 就离弃了他在世诺的账目 本来呢 神的那个账目是在世诺 然后神呢 还把他的约会 也交予人录去 那么大家还记得吗 在撒末尔记里边 这个当时这个以利的这个儿子 是吧 就是呢 这个他们当时 这怎么办呢 我们跟菲利士人打仗 老是打不过他们 是不是 神 是吧 我们要让神 这个保护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约会抬过去 是吧 神的约会抬过去 那神就会和我们在一起了 结果神呢 就让自己的约会被掳去了 结果呢 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啊 就是和福尼费尼哈都死了 对不对 然后以利听说之后呢 以利呢 就这个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两个儿子都死了 神的约会被掳去了 是吧 他一听到神的约会 就从他的胃上往后跌倒 在门旁折断景象而死 这个这个这个祭司 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啊 是吧 倒在刀下 而以利的儿媳 就是菲尼哈的妻 怀孕将到产期 他听见神的约会被掳去 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猛然疼痛 屈身生产 要死的时候 是吧 那个接生婆对他说 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 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给这个孩子起名叫 以伯 以家伯 荣耀离开以色列 因为神的约会被掳去了 这些呢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这个撒木尔纪上 这个四章五章的内容 都写得很清楚 如果你忘了 如果你忘了 所以你看 就是说 当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背逆神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回想一下世事记 然后百姓言乱悖逆 然后被非离世人攻打 各种 然后神兴起一个事实 然后呢 百姓又怎么怎么样 然后神又兴起一个事实 但是一直的悖逆 一直的悖逆 一直到 到最后撒木尔记的时候 撒木尔的时候 时代 是吧 像以色列人 向撒木尔要求 去跟神说 我们要一个王 扫罗成为王 是吧 我们要一个王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些 以色列人啊 就是他们 一再的 这个悖逆 完全的不吸取教训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神呢 是有恩典的神 是吧 是慈爱的神 所以呢 神惩罚了他们 之后 向世人睡醒 向勇士饮酒呼喊 打退了他的敌人 叫他们永远蒙羞 费力士人把那个 这个约柜啊 放到那个大滚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大滚的 那个庙里边去 结果那个大滚 扑倒在 耶和华的约柜前 脸浮一地 是吧 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 折断 只剩下残体 把他们都给吓坏了 是不是 想着把 我们把 要把约柜还给你们 是吧 把约柜要送还给你们 后来约柜就放到了 这个激烈耶铃 那么 神呢 就弃掉了 约瑟的帐篷 本来是拣选 那个以法连的支派 是吧 让他们做长子 但是结果 他们没有起到 带头作用 是吧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以色列的百姓 向神要 要一个王 又从变亚敏支派 给了他们扫罗 是吧 结果扫罗呢 后来也是骄傲 是吧 不敬神 什么骄鬼 拜偶像 是吧 那么神呢 就拣选了 尤大支派 弃掉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 以法连支派 却拣选 尤大支派 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盖造他的圣所 好像高峰 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 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 为要牧羊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他和自己的产业 以色列 这里边的自己的 就是指神的 神的百姓 说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 以色列 这其实是一个意思 因为是文学作品啊 诗歌嘛 就是很正常的一种表达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 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 引导他们 这里边的他 按心中的纯正 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 引导他们 这个他 就是谁啊 大卫 神拣选的 从羊圈中 他本来是个放羊的呀 是吧 就是立之 立大卫为王 是吧 让他按照他心中的纯正 因为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人啊 用他手中的巧妙 神也赐给了他智慧 是吧 也让他经历了锻造 让他呢 这个在这个逃亡中 是吧 面对父辈受敌 又是扫罗的追杀 又是非力士人的 这个 这个逼迫 是吧 让大卫在这个磨难中成长 于是呢 就 这个 这个 断 断 断造成器 有了手中的巧妙 是吧 既能够对上帝 纯正 又能够 这个安邦治国 领兵打仗 就是神 这个断造人呢 是 非常有耐心的 这就是诗篇的第 七十八篇 今天呢 就给大家呢 分享到这里 我这个喉咙还不行 所以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当中 如果你要是听的过程中 听到有的地方 卡一下卡一下呢 其实是我在暂停 就是我要 我要不断的停下来 休息一会儿 喝点水 请休息一下 所以 这个 如果 在听的过程中 觉得有的地方 不是特别流畅 还希望大家见谅 希望大家为我祷告 让我 快一点的康复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 得益处 我是Ruth 石金霞 今天是2024年8月11日 这是一个 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阿里路亚 欢迎大家 点赞 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 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 PayPal 或者是WeChat 赞赏支持我的施工 当然也欢迎大家 加入我的 这个会员频道 马上我们的 这个读经节目 这个中文圣经的课程 二期 就要 九月份 我们就要 二期就要上线了 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 爱你们 我为人的读经节目 我们下车的读经节目 我们下车的读经节目 我们下车的读经节目